多年以来 丰田在发动机技术领域持续进行着低调的精进 而其竞争对手往往将重心放在更大尺寸的涡轮增压器 更多的气缸数量以及更具吸引力的马力数据上 然而 近期曝光的丰田新款2.7升四缸发动机 将在2026年丰田旗下的皮卡及SUV车型系列中扮演关键角色 这无疑标志着丰田战略方向的一次显著调整 其初步展现的数据甚至让众多行业内的专家都感到颇为意外 这款全新的发动机绝不仅仅是一次普通的换代升级 它所传递的信息是清晰而明确的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 丰田坚信效率耐久性 以及实际驾驶中的扭矩表现将比单纯的功率输出更具价值 如果早期的数据是准确的 那么这款引擎很有可能成为丰田2026年车型阵容中最为核心的动力配置 接下来让我们深入剖析丰田最新公布的 关于2026款车型核心动力单元的详细信息 让我们一同解读丰田刚刚对外披露的技术细节 这款2.7升四缸发动机的重要性体现在何处 为何众多专家都认为这款发动机的真正价值 并不会直接体现在冰冷的参数表格上 而是在实际的道路行驶 严苛的工地作业以及数十万英里的长期使用过程中逐渐显现出来 丰田为何要重新启用2.7升排量的发动机型号 对于资深的丰田车迷来说 这款2.7升四缸发动机一定不会陌生 即将停产的2TRF 7升发动机曾经多年为入门级的Tacoma和Hilux车型提供动力 它以其如同传奇一般的可靠性而闻名 但其相对平庸的性能也一直备受诟病 那么丰田为何选择让这个排量的发动机再次回到舞台中央 据多位熟悉丰田动力总成战略的工程师透露 这一举动并非仅仅出于对经典的怀念 而是基于对实际应用场景的深思熟虑 丰田早已深入了解其客户对这类发动机的使用习惯和需求 正如一位曾与丰田合作的供应商工程师所言 我们的目标并非简单地对排量进行革新 而是要对周边的整个系统进行全面的现代化升级 新款的2.7升涡轮增压发动机并非是对旧款的简单沿用 几乎所有的零部件都经过了重新设计和优化 这包括发动机的内部结构、燃油喷射系统、热管理技术、排放合规性 以及与混合动力系统的适配性等多个方面 丰田之所以保留2.7升这一排量 是因为它在低转速扭矩输出、机械结构的简洁性 以及长期的耐用性之间实现了理想的平衡 而这三个方面恰恰是许多小型涡轮增压发动机 在长时间使用过程中容易暴露其不足的环节 2026年的数据为何令人震惊 当早期的内部测试数据开始在行业内流传时 最初的分析师们普遍预计新款发动机只会带来小幅的性能提升 然而最终的数据却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景象 虽然丰田尚未正式公开其最终的技术参数 但来自行业的预估和供应商泄露的信息均表明 新款2.7升发动机有望实现 功率输出在200至215马力之间 扭矩输出高达204至260磅英尺 且峰值扭矩可以在2000转每分钟以下的低转速区间爆发 热效率相较于前代机型提升了15%至20%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其扭矩数据 相比之下大多数老款的自然吸气四缸发动机的扭矩值 很难突破200磅英尺 丰田全新的动力系统目标 是实现类似于柴油发动机的低转速高扭矩输出特性 而对于皮卡车型而言 这种特性远比峰值马力更为重要和实用 虽然这些数据本身可能并不显得非常亮眼 但其所蕴含的实用价值却是巨大的 一位独立的动力总成分析师指出 丰田正在着力优化驾驶者在日常驾驶中 最常使用的转速区间内的动力表现 而不是盲目的追求高增压值 正如这位独立的动力总成分析师所强调的 这些数据虽然看起来并不惊艳 但却拥有极高的实用价值 丰田的研发重点在于 优化驾驶者在实际驾驶中 经常用到的转速范围内的动力输出 而不是一味追求涡轮增压带来的高功率 这才是这款发动机真正的核心价值所在 当其他竞争对手纷纷投入 小排量涡轮增压发动机的研发时 丰田则采取了一种更为谨慎和务实的策略 当然涡轮增压技术可能也会应用于 某些特定的配置版本中 但这款发动机的基础架构设计之初的目标 就是在不需要过高的增压值的情况下 也能实现稳定可靠的运行 为何这一点至关重要 高压增压发动机往往会产生更多的热量 从而加剧活塞和轴承等关键部件的长期硬力 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复杂的软件 来弥补其机械性能上的某些局限性 而丰田新款2.7升发动机 则更加强调低增压高压缩效率 以及强化发动机的内部结构 一位资深的汽车工程师表示 丰田的目标不是追求在侧攻击上取得最高的数值 他们所设计的引擎是在行驶15万英里后 依然能够保持强劲的动力输出 这种设计理念很好地解释了 为何丰田的发动机通常被认为 比竞争对手的产品承受的压力更小 并且在实际使用中更加耐用 从一开始就为混合动力集成而设计 全新的2.7升发动机最重要 但却最少被提及的特性在于 其从设计之初就考虑到了与混合动力系统的集成 丰田并非是在发动机设计完成后 才去考虑如何使其兼容混合动力技术 而是从最初的概念阶段 就将混合动力系统的需求融入到了设计之中 这款发动机为混合动力系统特别优化的特性 包括强化的曲轴设计 优化的电动机安装点 能够有效处理混合动力系统产生的 额外热负荷的冷却系统 以及为实现最佳扭矩混合效果而设计的软件架构 专家们普遍认为 这款引擎将搭载丰田新一代的i-Force混合动力系统 从而在起步阶段即可提供强大的电动扭矩输出 在不牺牲车辆牵引能力的前提下 显著提升燃油经济性 同时还可以有效减少传统涡轮增压发动机 常见的涡轮持质和油门响应延迟问题 一位混合动力系统顾问解释道 相较于高增压的涡轮增压发动机 这款经过精心设计的2.7升发动机 作为混合动力系统的理想搭档显然更为合理 丰田正在进行一项着眼于长远发展的战略布局 哪些车型将搭载这款全新的2.7升发动机 尽管丰田尚未正式公布其完整的车型部署计划 但行业内的普遍共识指向了以下几个核心平台 可能的应用场景包括 2026款丰田Tacoma的基础版和中配车型 2026款丰田Hilux的全球市场版本 2026款丰田4Runner的入门级配置 未来丰田可能推出的紧凑型皮卡车型 这款发动机的定位是作为实用性的主力动力单元 而不是追求极致性能的旗舰配置 其性能表现预计将介于高功率涡轮增压版本和混合动力版本之间 但将明显优于目前已经显得过时的自然吸气版本 正如行业人士所言 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丰田为那些真正需要使用皮卡功能的消费者 打造的全新标准动力配置 真实性能与参数竞赛 早期数据之所以令分析师感到意外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丰田并没有追随行业内普遍存在的马力记录竞争趋势 相反 丰田将研发的重点放在了油门响应的灵敏度持续负载能力 耐高温性能以及在高负荷工况下的燃油稳定性等方面 在实际应用中 这意味着车辆在拖曳重物时需要更少的降挡操作 爬坡时的动力输出更加平顺线性 在高温环境下拥有更高的可靠性 以及在长途行驶过程中性能衰减更小 一位参与测试的工程师表示 这款引擎并非为了在直线加速赛中赢得头筹而生 它的目标是确保从你拥有它的第一天到使用2000天 都能提供始终如一的驾驶感受 在满足排放法规的同时不牺牲耐久性 应对2026年全球范围内日益严格的排放标准绝非易适 对于卡车这类车型来说尤其如此 丰田通过采用先进的废气再循环技术 优化燃烧式的几何形状 精确控制智能燃油喷射的时机 以及提升催化转化器的效率等一系列手段来达成目标 关键在于丰田避免了采用过于复杂的尾气候处理设计 这类设计往往容易引发长期的维护问题 正如一位法规合规专家所指出 丰田吸取了其他一些汽车制造商 因过度复杂化排放系统而导致的教训 最终的成果是打造出一款既能够满足未来排放标准 又不会以牺牲发动机耐久性为代价的优秀产品 丰田为何没有进一步缩小发动机排量 许多汽车制造商目前正积极转向2.0升 甚至更小排量的1.5升涡轮增压发动机 但丰田却有意识的没有跟进这一趋势 其原因何在 因为缩小发动机排量往往会带来一系列的妥协 例如更高的增压压力 更窄的高效率工作区间 对燃油品质更加敏感 以及在高负荷工况下更容易发生磨损等问题 而2.7升的排量为丰田提供了更大的机械调效空间 尤其是在那些燃油品质可能不太稳定 或者经常需要在极端工况下运行的市场中 这种优势就显得尤为重要 正如一位行业战略师所指出的 这种排量的选择极具丰田的特色 保守而又经过精密的计算 这对2026年的消费者意味着什么 对于未来的购车者而言 这款全新的2.7升小排量四缸发动机 代表着在当今汽车市场中一种难得的可预测性 你所购买的并非是未经充分验证的前沿技术 而是一款基于丰田数十年实战经验积累 和不断优化而打造的现代化发动机 预期的效益包括 长期的拥有成本降低 意外维修的减少 强劲的车辆保值率 持久稳定的性能表现 对于那些需要进行车队采购的企业 承包商以及那些打算长期持有车辆的消费者来说 这些因素往往比单纯的峰值马力数据 更具实际价值 预期的优势包括更低的长期持有成本 更少的意外维修 更强的保值能力 以及持续稳定的性能 对于车队采购方 承包商以及长期车主而言 这些因素比峰值马力更重要 丰田的发动机研发理念正在发生转变 但这并非意味着 它要背离其一直以来的核心价值 新款的2.7升发动机 并非是对变革的抗拒 而是在积极地掌控变革的方向 丰田深知电气化浪潮的到来 以及日益严苛的排放法规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但他们也清楚地认识到 市场对于可靠耐用的内燃机的需求 依然存在 全新的2.7升发动机并非抗拒变革 而是在积极地应对和引导变革 丰田深知电气化时代已经来临 法规也将越来越严格 但客户对可靠的内燃机仍然有需求 这款引擎就像一座桥梁 连接着丰田传统的耐久性优势 与未来的高效性需求 丰田并非是创新的迟到者 正如一位分析师总结道 他们只是在车辆的长寿命和可靠性领域 走在了其他竞争对手的前面 最终思考 为何2026年的这些数据 比表面上看起来更为重要 乍一看 新款丰田2.7升四缸发动机 或许并不显得有多么革命性 但如果深入探究其背后的技术和理念 我们便会发现 它蕴含着一个强有力的叙事 它在提醒我们 更大的数字 并不总是意味着更好的发动机 可靠性在任何时候都依然至关重要 严谨的工程设计 远胜于华而不时的营销噱头 丰田通过这款新的发动机 不仅展示了一款全新的动力单元 更向我们揭示了其未来十年的战略蓝图 从目前所展现的迹象来看 2026年的这些数据 不仅令人感到惊喜 更在悄然提升着整个行业的标准